为了推广乌莱马告的特色 新北市政府将在10月14号举办马告特色宴 并在29号是举办了记者会 市府金发局就表示 希望民众在充满浓浓原住民风情的乌莱老街 伴桌吃马告料理 并且邀请每家餐厅端出独门的马告私房菜 9月30号中午12点开访报名 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来到乌莱品尝马告料理 在今天金发局举办的马告 记者会上局长张峰元表示 乌莱具有丰富的生态环境 温泉资源以及原住民文化特色 在这次计划除了辅导乌莱当地业者开发马告料理 也开发创意商品 借此扩大马告相关产品的市场发展 我们是着眼于整个马告的相关的产业的一个连带效果 我们知道马告放在鱼放在肉 其实就是一个马告的现成料理 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也知道马告放在茶饮 马告也可以做成香皂 马告也可以做成饼干 马告也可以做成啤酒 马告啤酒 所以它的产品应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 新北乌莱泰亚农特产品生产合作社表示 马告号称山林里的黑珍珠常见于蒸鱼炖鸡汤以及烤香肠 现在也是高端料理的新宠之一 露赛后香气诱人可以解油腻 是泰亚特色料理不可或缺的元素 藉由这一次举办马告特色宴活动 让更多民众认识马告 用味来体验马告料理的魅力 那马告粉的话就是要用干燥 马告粉的做法比马告干粒更繁杂 它要经过两三次的这个搅脆 第一次搅脆要比较粗粒 再来就比较稀粒 然后这个马告粉 其实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就是它有那个精油 假如温度太高 所以我们用整个湿的颗粒去熬 不能用干的 干的就不行 好 那你熬好以后就直接加进去 倒进去就可以 这个马告是最前面就先放 后面才加柠檬 现在才加柠檬 然后糖水一定要在里面 糖水也不知道很多种 要用哪一种 有的人是用冰糖用什么 其实很多种 这是我们商业秘密 以后再跟你报告 好的 没问题 酸 因为它具有柠檬的成分在里面 它也具有特别香 因为它具有泉 泉的化学是叫泉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具有酸味又有香味 所以它做成的料也就特别好吃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计划 我们把马告相关的产品 做一个多元的应用 多元的发展 那我们今天应该是一个成果展 让各位看一下这个马告应用的东西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会设计两个活动 第一个活动是马告宴 马告宴 这位是政府进发局表示 10月14、15、21及22日 为期两个周六日 将有一系列精彩的乌莱马告主题活动 首先登场的就是全台首创的马告特色宴 在乌莱老街席开50桌 期待一趟原价2500元 用1999元优惠价款贷市民朋友 建峰娘是无常报道 特别人杀贷市民朋友 今天 CA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